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达170亿美元以上,今年营运在第二季落底态势确立。不过,从整体接单情况来看,供应链透露,台积电下半年只有苹果订单相对强劲,其他应用仍处于库存调整阶段,虽然有一些紧急订单和短期订单,但仍无法创造出和往年同期一样强劲增长的成绩单,预计会比去年第三季度下滑,未同期自高。 台积电不评论分析师预估的财务数据,只指出,第三季度营运展望在7月举行的下一次财报会议中公布。 有分析师透露,即使近期人工智慧紧急订单,提振台积电短期营运,但相关营收占比仍有限,下半年发展动力最强的应用仍以高阶智慧型,手机为主。 供应链人士分析,台积电下半年营运发展动力来自三奈米家族出货放量,预计今年来自三奈米相关营收将超过1000亿元,主要来自大客户苹果。 至于先前英特尔推迟的三奈米外包订单空缺,则陆续由其他一线高速运算和云端网通大厂填补空缺,汽车大厂也正积极评估2025年后续导入采用。 至于当红的高阶AI相关应用,短期对台积电贡献也难以评估,预料要明年才得以更具体量化计算。 业界人士指出,近期AI需求的火热导致汇大营收超预期,带动公司及相关产业链股价大涨。 然而,有银行和金融机构认为,这对台积电的影响有限。 据台湾经济日报日前报道,SNBC日新证券和摩根士丹利认为,人工智慧掀起对汇达晶片的需求,但短期未必会对台积电的业绩带来显著提升。 日新证券认为,从汇达业绩报告来看,AI相关的伺服器在普遍疲软的半导体市场是一个亮点,但现实未必赶得上市场的期待。 还有机构发表报告称,汇达目前似乎没有对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提升,有显著带动。 消费品和一般伺服器半导体的需求,整体看仍比较疲软。 日新证券证券有分析师还认为,晶圆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可能正触底回升。 摩根·士丹利认为,台积电的营收不会因为AI带来更大提升,因为如果汇达订单大增,台积电当时的4月的法说会就会提高2023年的业绩展望。 摩根·士丹利表示,汇达今年将占台积电营收的约6%,其中只有1%来自AI用GPU晶片。 不过该机构称,如果强劲的AI需求持续不退,台积电明年营收可能上扬。 目前,摩根·士丹利保持买进平级,并将其目标价维持不变。 分析师表示,台积电第二季度猜测仍算是顺利达标,并且是今年营运谷底。 根据台积电先前发表的第二季度美元计价猜测,单季合并营收估为152亿至160亿美元,以中间值156亿美元计算,即减约6.7%,当时假设汇率为第二季度新台币30.4元对1美元。 分析师分析,台积电第三季美元营收有往回升至170亿美元之上,若保守以第二季财测低标换算,即成长超过11%。 若在更乐观情境下,台积电第三季美元营收可往回升至184亿美元以上,换算单机营收集增率上看21%。 业界人士指出,目前AI相关应用仍在早期阶段,实际上,目前对台积电营收贡献最大仍是来自高速运算HPC与手机相关领域,而AI目前在台积电的分类项目中仍属高速运算的一部分,暂时未能独立计算。 此前台积电统计,手机来自高速运算营收占比为44%,手机相关居次达34%。 而在手机市场去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库存调整后,业界认为,手机库存去化阶进尾声,高阶旗舰品牌市占率仍将成长,呈现强者横强态势。 根据外媒7月中旬报道,尽管市场传闻,苹果A世纪Bionic和M3处理器已经获得台积电90%的3奈米制程产能。 不过,因为台积电目前3奈米制程的粮率仅为55%,远低于正常粮率,台积电可能将只向苹果收取可用晶片的费用,而不是标准晶圆价格。 据Electronic Engineering Times此前的报道显示,Aerate Research高级分析师Brad Simpson在向台积电提供的一份报告中表示, 由于台积电N3粮率较低,苹果将向台积电支付已知良好晶片的价格,而不是标准晶圆的价格,至少在N3产能提升的前3到4个季度内,直到粮率攀升至70%左右。 Simpson表示,他们认为,台积电将在2024年上半年与苹果一起采用基于晶圆的正常定价,平均售价约为16000美元至17000美元。 目前,他们认为,台积电A17和M3处理器的N3粮率约为55%,并且台积电预计每个季度将粮率提高约5个百分点以上。 也就是说,目前台积电3奈米粮率只有55%,每片晶圆生产出来的晶片有45%都是不合格,对于苹果来说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东西,因此苹果只支付合格品的费用也是很合理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近日韩国媒体消息显示,三星的3奈米粮率也将提升至50%。 最新的报道显示,预计台积电3奈米制程的月产量将会在2023年底达到每月10万片,以应对苹果iPhone15系列手机的需求。 然而,由于当前的粮率仅为55%,也代表届时每月只有55000片晶圆,才是被认为是良好产品,这还不足以满足苹果的标准。 以目前苹果的标准,预计粮率必须达到70%以上才是达标。 但是,这样的目标预计到2024年上半年都不会发生,所以也持续采用收取可用晶片费用的方式。 另外,有市场消息指出,苹果可能会在2024年改用台积电N3E制程技术,而不是台积电的N3B制程技术。 由于N3E将具有更好的粮率,更低的生产成本。 但是,切换到N3E制程技术可能会使得A17 Bionic和M3的处理器效能降低。 因此,现阶段苹果如何决定,还不得而知。 由于iPhone 15系列将于2023年的8月开始量产,而A17 Bionic处理器将是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所专属的处理器。 因此,未来将根据这两款手机在全球的上市情况,接下来来更好地了解这旗舰型处理器的良率情况,值得后续持续关注。 据Counterpoint Research报告显示,苹果2022年拿下全球智慧型手机85%利润,创新高,预计今年在产业逆风中出货有望逆势成长。 反而是高速运算相关的伺服器领域,近期仍在库存调整过程。 业界认为,虽然短期调整无碍长期成长,但AI应用对于伺服器产业的影响,仍需持续观察是否排挤大厂预算。 研究机构Statistai数据显示,台积电2021年营收,占比前七大客户预估,依次为苹果25.4%, AMD约10%,联发科8.2%,博通8.1%,高通7.6%,英特尔7.2%,辉达5.8%. 2022年台积电影收创新高,预估苹果仍居最大客户,营收贡献占比约23%,换算最大客户营收贡献已于5000亿元新台币,绝对金额持续刷新记录,凸显苹果和台积电关系深厚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